那保安向我挥手时,我分明看到他的一双手上,总共只有四根手指 Priestly,你朋友演老八被传送到了怪谈场景,爱心小学 学生们每次上完生物课,课间时都会模仿各种动物相互攻击 你让老八加入了模仿数量最多的动物,以获取小红花 于是老八被扮演肉食性动物的同学狠狠攻击,撕咬出了鲜血 而老师看着眼前的场景,却欣慰的笑了起来 你扮演的是鹿,不是撒袍子,你倒是踹他呀 正当老八打算挣扎逃生的时候,上课铃声响起 学生们恢复正常,老八拖着受伤的腿回到教室 站在门口的老师满意的为老八胸前别上了一朵小红花 并嘱咐老八不能藏起小红花,一定要待在胸前 你再熬一节课,把腿包扎一下啊 等下一个课间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往这个院子里跟他们玩了 咱们开始试图逃离这个地方了 第三节课依然是生物课 课上的学生都非常兴奋,模仿起动物来也非常起劲 老八却没有什么心思看热闹 腿肚子上的伤不时传来阵痛 他感觉自己就快要嘎了 演一演啊,你再坚持一会儿 他说不定都结嘎了,都好了 在疼痛和恐惧中,老八终于熬到了课间 在所有同学都奔向院子的时候 老八却偷偷的来到了老师办公室 此时的老师办公室内,刚才给老八上课的老师正在熟睡 你现在偷这个老师的外套穿上 然后咱们直接去校门口找宝安 规则八不说了吗? 宝安大叔喜欢小红花,但是更喜欢小孩子的味道 他也没说是喜欢闻还是喜欢吃 所以咱们偷老师的衣服穿上 这样你身上应该是老师味 至于小红花,我在规则里头没看到其他可能的用途 他最有可能的用途就是送给宝安 让他开门再逃出去 你客间获得了一个小红花,老师的衣服里头还有一个 你把这两个小红花全都给宝安 你看他样不样咱出去 老八偷偷穿好老师的衣服 跑向校门口寻找宝安 门口处却空无一人 老八看向门卫室 只见门卫的玻璃窗后面 宝安正静静的看着他 把小红花给他 老八拿出身上的两朵小红花 想要隔着窗户递给宝安大叔 宝安大叔顿时开心的像个孩子 在门卫室里来回踱步又跳又笑 但却并没有走出门卫室 这一行为他竟然持续了十余分钟 这宝安好像也是某种动物 不行不对 死定是哪个环节有问题 马上就要上课了 赶紧在上课之前把衣服还回去 老八收起小红花朝着教学楼跑去 他鬼使神差的回头看了一眼 却发现宝安正在玻璃窗内 朝老八挥动双手告别 而老八看得十分清楚 宝安的一双手上 竟然总共只有四根手指 一双手四根 一只手只有两根提的呀 而且这个数量好像有啥说法 老八我有一个猜想 你手里现在不有俩小红花吗 其中有一个是老师衣服兜里的 你还给他放回去 不许拿 听到没 然后回到教室 你去观察所有的同学 你看看有没有人胸前是带着两朵 或者以上的小红花的 老八几乎是刚刚把衣服还给老师 上课铃声便响了起来 老师被上课铃声惊醒 在老八面前突然睁开双眼 问老八在干什么 这次之前教你们的老师对吗 你跟他说 你说我刚学了个动物表演 我想给你展示一下啊 然后你别学别的 你给我学个大星星 我终于想起来了 这老师他也得喜欢同类 而自然借中双手 一上一下这么拍巴掌 好像只有大星星 老八当即模仿起大星星 老师果然非常高兴 竟然开心的跟着老八跳动了几下 这才领着老八回到了教室 此时的教室内已经坐满了同学 老八并没有忘记你的嘱托 在走回自己的座位之前 他偷偷观察同学们胸前的小红花 却发现除了胸前没有小红花的同学外 其他的同学胸前都只有一朵小红花 没有任何人佩戴超过一朵小红花 幸亏刚才没留下老师那朵小红花 否则的话老师之前说过让你必须把小红花戴在胸前 禁止隐藏 而根据规则三你必须听他的话戴在胸前 那样的话就暴露了你偷过老师的衣服 这可是已经过去三个课间了 这三个课间难道没有任何一个同学 进入过两个数量最多的动物群的情况吗 那概率也太低了 这就说明只有你第一次加入了数量最多的动物群 获得了小红花 第二次你再加入数量最多的动物群就不给了 也就是说这种课间扮演动物获取小红花的方法 你只能获取一枚小红花 不会获得第二枚 那第二枚小红花究竟应该如何获取呢 这不是上午第四节课了吗 这节课下课之后应该就是吃饭和看中午的那场动画片 而获取第二枚小红花的方式 能不规则上写着呢吗